桃園的圣诞节,天空不下雪 今年,一样玩着有笑死人的小天使游戏 诶,我的小天使到底是谁啊 去年,我是黄圣奇的小天使 除了贴了一堆便条纸在来的座位上 我还在抽到他的下一秒,直接就喊给了他知道 他也在回车礼物时,直接给了我整整新台币150元 第一次玩这游戏的我,只觉得 浪费时间,玩这什么干游戏啊 今年12月4号,抽出了小主人的分配 心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期待 只有害怕抽到讨厌的人 但这次,我小主人抽到的是吕燕优 这真可以说是最精准的安排 他就是个头脑简单的朋友 他想要的我大概都懂 他想要的我刚好都有 而且,明天早上都会和他搭头晕班校车 专题作业也和他同一组 也常跟着他和邦邦去买晚餐 回到家里,还会听他用讯息报言些东西 所以我都会对着他说 你怎么可能感觉不出来啊 他最近超常出现在你附近了 而他也只会傻傻地回 真假?我怎么都感觉不出来? 唉,交换礼物好想跟他要圣洁时的EP 或者是渔服帽哦 但我才不想因为Sent就让我被认出来 而刚好渔伞坏掉了 就写纸条请他送我把自动伞吧 另外一方面,我的小天使到底是谁 我只知道他到了第二个礼拜 才送了我第一个礼物 他送我巧克力 我刚好都有的巧克力 到了12月13号 孙伟祥请我帮他录个音 他说是要把大家讲的话剪在一起 送给他的小天使 我心里变想 伟祥都要剪圣诞快乐送人了 我本人宇祥在做什么 于是我下定决心 一定要利用仅存的九天剪出一支影片来 但想要拍影片 总得先知道我的那位小天使是谁 我开始到处询问 关于我小天使的线索 有人说我知道是他 一定会高兴死 也有人说我知道是他 一定会很想死 所以你知道一定会疯掉 是不是可能跳下去 还有人说我和他很有缘 让我怎么想都是陈姿营 他是我去年的小天使 不是他的话 那还有什么叫做有缘 但他却很笃定的 给我保证不是他 如果我是的话 你要给我几款 如果我不是的话 你要给我一千块 别干话 你是我的小天使 大家看起来都很诚实 线索也千奇百种 但我怎么找都找不见 12月20号交换礼物的前二天 有趣的来了 我和自己的小主人燕丢 一起去市区挑选 要送给小天使的礼物 他毫无预警的 不知道自己送礼物的对象就在身旁 随随便便的就给我挑了把 99元的折叠伞 洋洋得意的对我讲 把标签撕掉就好 小天使应该也不会发现吧 还再三的叮咛 不要把这段过程剪进影片里 他会被小天使讨厌 干有199的 你不买199的 他妈买一个99过来送他 因为很贵 很贵100 而且老师哥 你价格不是在150到200吗 你到我零全身多少啊 你送99 我零全身200耶 我憋着笑的回他 你的小天使应该也不会介意啦 但他可能会叫你 补差价 不要害我少一个可飘 话说 都已经拖到剩两天了 我还是没找找我的小天使 所以礼物 我也只好跟艳佑一样随便跳跳 让别人可以看到他收我礼物的样子 谁叫你让我找都找不见 就跟你躲在黑暗里一样 圣诞快乐 干你老师了 220换一个90元的雨伞 操